县长林明珍前往草屯中山公园运动场及南投金社出席持继基金会御佛大典 与三千位民众一同御佛祈福 祈求世纪平安吉祥宪政顺利 县民富足安康林县长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场面隆重庄严 县长林明珍出席南投金社持继基金会御佛大典 与三千位民众一同御佛祈福 在御佛大典中 首先由法师带领大众 前程唱诵佛号礼敬诸佛 并由慈祭志工引领会众以手蘸香汤 供身礼佛祖表达自成礼敬 祝福吉祥之意一起为台湾祈福 为世界祈安 县长林明珍表示 五月是感恩的季节 第二个周日也是温馨母亲节 慈祭基金会 每年都在这一天举办御佛祈福活动 和各界一同前程御佛祈福 并庆祝母亲节 慈祭日相当有意义 不仅发扬佛祖慈佩精神 更借此弘扬教道 呼吁世人莫忘持母恩 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 让我们感觉到来参加这个义佛节 心里就充满了喜悦 尤其佛子是一个喜爱 喜爱用爱来欠世人 尤其我们圣言法师 他也是用这个爱来欠化我们世间 大家都要做好事 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努力的做事情 要宽容忍耐的心来对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猴子的慈悲心 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所有的人类还有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要像正眼法师这样的一个心境 来最对你周边的人 相信我们世界南投县一定会非常的和乐 在这边也要祝所有天下的母亲 祝你们母亲的快乐 母亲是最伟大的 所以在母亲在的时候 也要尽我们当子女的一份孝道 一定要对父母亲尊敬 对母亲多加照顾 祈愿平安吉祥与推动环保理念 是2018持继玉佛活动主轴 在玉佛典礼上不分宗教 宗族 借着玉佛报佛恩 报父母恩 报众圣恩 祈愿人心净化 社会祥和 天下无哉